三中带甜甜 三中带甜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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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 寿司卷 现代新素派 健康得咱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非常会变花样的厨艺督导 古剑邦大厨师您好 班长姐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古剑邦师傅 拥有二十多年的厨师经历 精通中制法和义式的料理手法 现任知名连锁蔬食餐厅 厨艺督导工作 我们台北医学大学 营养系的教授 刘臻芳老师 老师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臻芳老师 专精食品健康与体重管理课程 现任台北医学大学 保健营养学系教授 这两位到了 那真的是又有 好吃的料理可以学 又有丰富的营养学 可以学习了 那么我们的这位非常会变花样 然后是厨艺督导的古剑邦大厨师 其实现在他们都不叫你大厨师了 都叫你什么呢 古督导 都现场的话 都直接叫 古师傅 古师傅还是古师傅 还是古师傅 所以说其实 你现在只是到全省各地去看 但是你自己还要去想思考一些 变一些新的菜色花样吧 对 要结合现代的饮食 然后变化 又要复古传统的美味 然后新的创意加进来 那个构式就是要伤透脑筋 真的伤透脑筋 就是要不断地去开会 好 今天不开会 今天要来做菜 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今天要做的是 奇异果可以做寿司卷 对 这个很奇妙 那我们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奇异果寿司卷 材料有奇异果两颗 酪梨半颗 红萝卜四分之一条 玉芦笋两只 海苔两片 醋饭一大碗 紫苏梅五颗 菜酥一大匙 罗曼生菜两片 芒果优格酱两大匙 这些水果里面有一样好特别 那一颗像个什么球一样的 这个是酪梨吗 对 酪梨不是长长的吗 这是新品种 这是圆的 对 丁老师有没有看过这个酪梨 很少见 这个是新品种 以往是比较像 长形的 像橄榄球形的 对 像橄榄球 这新品种滋味应该也不错吧 一般的话它是椭圆形的 它要买回家要放好几天 绿的 然后买回家放 这个新品种 因为它本身在果实的时候 已经红红的现象 所以下来的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直接就切来 不用在家里 慢慢等到它软化 对 让它熟化 熟化 这个比较快 对 比较快 好 那我们就看看要怎么变 素的寿司 其实在日本人他们都是卷起来 带出去有的时候 就是说早上做中午吃 荤食比较容易坏 对 素的反而安全对不对 对 我第一次看人家卷寿司卷 切那个红萝卜切这么细 好细喔 一般没有切那么细 真的是十分的 对啊 好 我来看看这个酪梨 酪梨中间有个糊 然后纸是不能用的 对纸不能用 大油啦 酪梨油很香 有所谓的油脂 对 油脂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比较多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对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它算是蛮特别的一种水果 那常常美容盛品里面 也会以它作为材料 脂肪酸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然后又是水果的来源 比较属于特别一点的 特别 对 比较特别 可是这样我以前是听说 酪梨吃的皮肤会好是不是 因为它里面除了脂肪酸之外 维生素E的含量也很丰富 难怪 对 难怪 所以说吃了就是会 水当当 可是呢会有一个问题 我有一阵子呢就是每一天 酪梨牛奶打一杯 然后大概不到两个月 胖好大一圈喔 一定会 因为它里面油脂的含量 又加上了牛奶 对 甚至有人在打的时候 还在加一个布丁 味道更好 那根本就不用两个月 一个月就胖好大一圈 对 对 所以想要真胖的人可以这样吃 对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取代其他的果子类 因为它的热量会稍微高一点 高一点 对 可是如果控制体重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往往大家会忽视 大家以为它是水果 对 而事实上它里面油脂含量还蛮高的 所以说酪梨的建议量是 没有特别 但是就是把它当作是水果 对 所以说可能就是我们每天 先建议两份三份水果中 如果喜欢的话 那当然也可以选个一份 是来自于酪梨这样子 对 可是如果就是我们刚刚说 如果有控制体重等等 那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 因为会让人家忽视掉 它比一般水果的 稍微热量高一点的问题 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就是一个礼拜 来个一两次可以吧 是OK啦 可千万不要每天都吃 对 但是这可以吃吗 可以啊可以 酪梨直接吃好吃吗 还不错 真的喔 那是要熟透的对不对 对 这个是熟透 好好吃喔 油油滑滑的 所以他们觉得寿司 我第一次吃素的寿司的时候 里面包了酪梨 我吓一跳我还以为是鱼耶 嗯 它就是有一种那种滑滑的 油油的感觉 对 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酪梨跟奇异果 今天的奇异果是主角 新闻里面有说过 是 晚上睡不好 睡前吃两颗奇异果 是两颗奇异果 是不是 是 没错 是你说的吗 是我做的 之前做的一个研究 对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吃了 是 晚上要吃两颗 基本上因为它是水果 通常来讲 我们会说要长时间才看得到 所以 它不是要 它不是要 所以不是说你今天晚上吃两颗 晚上就睡着了 对 没有办法 好 那个会有点让人家失望 但是如果长时间吃 吃到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以后 其实会发现 你很容易就入睡了 然后中间比较不容易醒来 那我很需要这样做 但是必须要长时间 我们一般说蔬菜水果 它是效果是慢慢累积的 对 不可能像药一下 这样的情况 但是长时间下来 对某些比较轻度 睡眠有障碍的人 是有帮忙 像我们是容易醒睡 浅眠 是 所以可以靠这个奇异果 来调养 对嘛 新闻那天播出 没有说持续两三个礼拜 只说晚上吃两颗奇异果 会帮助入睡 结果那天晚上吃两颗奇异果 并没有帮助入睡 今天总算 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清楚了 对 没有错 而且是绿色奇异果 比较有用 其实绿黄应该都有效果 只是我们研究 正好是用绿色 因为最主要是维生素C 它可以帮助稳定情绪 对 不过就是说 如果长时间已经失眠很久 用药的 已经 那个可能帮忙就有限 就是像我们这种 会有点浅眠不好睡 对 那样子的话就比较好 就是像我们这种 就是进入到了更年期 没错 然后就是可以靠这个 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通常我们说 最好睡觉前两三个钟头 就要把我们当天要吃的东西 吃完 对 让消化吸收也不会 那么的影响到人的睡眠 对 那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说奇异果 大概睡觉前一个小时 对 一个小时 让它慢慢有消化以后 它那个营养素的作用 才会呈现出来 比较浅眠的人 我们就睡前一个小时 吃两颗绿色奇异果 我们来连续吃它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之后 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 好 我到时候来给你报告 OK 好 好 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 观众朋友也可以来 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效果 对 好 现在我们要看我们的 古师傅要开始来包寿司了 首先要用这个 海苔 海苔 海苔就是包寿司海苔 对 好香 好 这个饭有经过特别调理吗 有 煮过之后拌过醋 拌醋 拌什么醋 拌公盐醋 我突然间在想到 那会什么什么特别的醋 没有 公盐醋趁热拌还是冷的拌 温温的时候 要温的 对 温温的时候拌 不太酸 对 因为你没有放一些糖跟盐 糖、盐醋 对 对 对 然后要把它散凉 对 凉的时候就可以做保存动作 好 就这样子把它包起来 捲壽司不好卷 不会啦 你用这个莲子就很好卷 要用莲子来卷 对 讲到这个海苔 我记得 我有一次在便利商店买那个海苔 那个海苔好好吃 那海苔厚厚的酥酥的香香的 就有新闻有说 那个海苔是用炸的 是不是 他们说女生吃海苔想要瘦身 好像那个越吃越怕 是不是 如果它是经过炸的话 当然油脂的量就变增加了 整片是油炸的 对 假设它不是用炸的话 好 其实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有些什么 B群 B群特别高 然后还有就是矿物质里面的点 点 对 因为我们一般食物里面 大概除了海苔以外 会有一些点 那陆地上的食物 比较少有 含有点 对 那海苔 海带 这些呢 都比较 点的含量都还不错 都还满高的 对 你在家这什么 紫苏莓 紫苏莓 这是我们做蜜饯的那种吗 对 你特别用蜜 你就知道 我又要想吃一口 对 这是比较不易用的 香气很好 我再来吃 酥松 对 它主要是 因为 醋饭是没有什么太大味道 对 就是要比较重味的 重口味的 重口味的 就是刚刚那紫苏莓的味道比较重 对 整个包覆起来 它整个吃起来就比较有特殊味道 在里面 那水火不用包进去 在上面 真的 对 真的 还没有包完 人家还在变花样 是 不是那么简单 卷一卷 对 如果是这样卷一卷 古师傅说他就不要来了 对 哪有这么简单 这个要这样 要拉 对 而且这个不能拉过紧 对不对 对 要拉紧但是不要太紧 刚刚好 不然饭会太 我有拉过 拉得紧紧的 打开来几乎有 有 有不通 所以这个真的分量 这个轻松还要拿捏得很好 对 刚好就好了 没干过这样子包海苔 对 就不想到这个 压在上面喔 对 一片落的一片奇异果 这个应该是水果要选择吧 软的 软的 对 除了这个 芒果可以 芒果可以 还有 凤梨可以吗 凤梨可以吗 切薄片 凤梨因为它纤维 它比较纤维 纤维重 它稍微硬一点 对 还有什么东西是软的 水果软的不多 不多 真的 要不然就是太软 香蕉太软了 香蕉可以吗 香蕉也可以 香蕉也可以 好 这个 再给它 对 再把它封起来 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可以啊 就这样切起来 好棒 天啊 好棒 切的时候会不会散开来呢 所以保鲜膜先切 先不要撕开 等要撕开 白盘的时候我们再来撕开 对 原来保鲜膜是不可以先撕开 撕开 对 这个要很用心耶 对啊 其实我们不是说 刚刚有那个海苔 已经是从包装袋里面拿出来了 我记得以前他们每次在讲说 要用的时候才可以从包装袋里面拿出来 怕它变潮湿 那是手卷 手卷啦 手卷卷生菜马上吃 对 而且它如果上菜的时候说 要马上吃 要不然它会稍微 对 因为它有水分在它的地方 所以这个包寿司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而且它又碰到了饭 这些菜都有水分 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你看这个就是要分 但是海苔还是用同样的海苔就对了 对 好 所以这个是要连着这个 对 这个是技术耶 慢慢切 这个刀子也要 刀要很利 对 我看他们那个在切寿司 也是旁边会弄一块 那个湿的干净的布 对不对 对 好像切一刀 就要把它擦一下干净 免得会黏到下一块 没错 所以这一种的海苔并不适合切很小 不适合 你越小它就容易越快 越散掉 越散掉 对 这个真的真的很好玩耶 对 奇怪我这样我都觉得好紧张 不晓为什么两个人这样 这样盯着它看 对 所以这个里面真的 真的营养丰富 很适合小朋友 很适合 对很适合小朋友 里面有很多蔬菜水果 在里面 对 然后其实刚刚我们说到海苔 海苔真的是 当然如果是炸的 我们就不是那么建议 对 要不然如果是原味 或者说稍微调味一下 海苔里面的B群很多 钙铁也很多 钙质跟铁质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一般来讲像B12这个维生素 它大部分是动物性食物才会有的 而且是不是好像都在比较属于动物的内脏 动物性内脏也比较丰富 但是大部分动物性食物才会有B12 所以有时候吃素的朋友 就比较担心是不是B12会缺少 事实上海苔里面有一些 海苔里面可以 对 海苔里面有一部分的B12 虽然不是那么多 不过就是还是可以补充一些 B12不够会怎样 可能造水系统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最常讲就是什么 巨球型的贫血 惡性贫血 就是因为B12不够 就是等于说我们的红雪球 没有办法成熟 它形成以后它没有办法成熟 对 可是那就奇怪 我吃素吃24年 是 那就是我也没有刻意地 常常去吃海苔 可是健康检查 并没有发现这个部分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是从哪里 摄取到了B12 因为B12的话就是我们说海苔 还有一些菇类里面会有一些 对 因为菇类我们其实翻开来看 它后面就是有点是菌的 菌的类似的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B12 对 可能我们是从别的地方 一点一点的地方摄取 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 那如果担心的人就是海苔多吃一点 可以吃一点海苔 然后就刚刚我们说的一些菇类 也可以来补充 对 因为B12是比较在一般素食者 尤其是比较严格的素食者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担心的一个缺乏的营养素 严格的素食者 也就是说它就是不太吃蛋奶的部分 对 比较严格的素食者的话 就这一部分会稍微担心一点 如果吃蛋奶的话 它蛋跟奶里面都有B12 那如果完全不吃蛋奶的人 那就建议吃海苔 吃点菇类的东西 对 还是有办法可以找到取代 这个远远看你知道吗 我还以为那个酪梨是蛋黄 有点像 好像喔 对 因为它那个颜色 蛋皮 我刚才想说明明就没有放蛋皮 怎么会 那个颜色它鲜艷得很漂亮 那个黄黄很美丽 所以其实那个酪梨 它的那个虽然油脂高一点 但是它丰富的维生素E 维生素E 维生素C 其实都还满丰富的 好啦 如果说你真的很爱吃的话 那你就减少其他的油脂 对 减少其他的摄取 对 减少其他的摄取 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取 和淀粉的摄取 那我们就来多吃一点没关系 就像如果您刚刚说您喝酪梨牛奶汁 那当餐的我们其他的食物 就把它降低 对 就自动调整把它下降 对 是啊 就是以为说可以吃皮肤漂亮 结果碰一大圈 这个再装饰一下这个 好漂亮喔 这应该是 然后再 刚刚你那个汁是什么汁 那个芒果 优格 芒果 芒果跟优格 芒果 芒果跟优格 芒果 新鲜芒果的 对 然后再跟优格 芒果跟芒果沙拉这样 跟芒果一起 这样好浓郁喔 对 然后还有什么 没有 大概是这样 这样就好了吗 真的 这个呢 对 这个小冰在哪里 站在哪里 小冰站在后面 他这有借数耶 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能不能滑 滑了空中掉下来 那一盘就混了 所以他要很小心 对啊 要非常小心 因为那个 咕哩咕哩咕哩的 对 一丝一丝 蘸两个冰就好了 可以全占 他要全部占了 不要啦 三个冰就好了 好漂亮喔 这样子上菜了吗 可以了 上菜了吗 好漂亮 来 上菜了 好漂亮 好漂亮 奇异果寿司卷 做法是红萝卜 切长条状 与卤笋一起烫熟 酪梨 奇异果切薄片 紫苏梅切丝备用 将海苔片铺满醋饭 放入红萝卜 绿卤笋 紫苏梅 菜酥卷起来之后 上面先铺上罗曼生菜 再排上酪梨 奇异果片 切断之后盘式 再淋上芒果优格酱 就可以了 哇塞 这个不是要从哪边开始吃 就像整个这样子 一口吃下去 对不对 所以说刚才刘老师讲过的 这个泥面呢 营养这么多元 我就发觉 如果吃寿司的话呢 这些材料那么丰富的话 它其实当作正餐 它也就营养都很丰富了 没问题 对 就没有问题了 对 然后这个 结果粘着一起吃 而且 甜甜甜 还有一点油油的感觉 太棒了 所以我们 刚才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海苔这么重要 也知道奇异果有一些妙法 那我们今天呢 就照着我们古师傅叫我们做法 我们这样卷一个多彩多姿的手撕 然后呢也照着刘老师告诉我们的这个 他的这个经验 我们就要 照他研究的这个奇异果的方式 我们也来尝试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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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